重重車龍一台台汽車排排隊 這是在宜蘭的雪山隧道 因為車流量大 未避免塞車 所以設置了最低速限 沒想到現在卻有民眾 因為最低速限 被開罰單覺得不合理 提出質疑 開太慢會被後面逼車 開太快又不安全 所以每天到雪山隧道 都是一種好像一場 很不放心的事情 男子塞出照片 8月16、9月16 收到兩張科技執法的罰單 時速60都是因為車速太慢 他質疑在國五28.8公里 設置最低速限60的標誌杆 沒想到在距離600公尺 就變成最低速限70 來不及反應 你每天早上4點多就到建國花市 對對對 所以說你不可能開那麼慢嗎 不可能開那麼慢 如果我開那麼慢的話 後方一定會跟一堆車子 當事人更秀出影片 認為標誌杆就設置在 避車彎的位置 容易忽視 隧道內也完全沒有 最低速限的標誌 而且都是快要出洞口的 16.9公里處隧道制高點 左側即將會車 應該要放慢車速才安全 隧道內也會針對慢速車 並以廣播及入測可變標示 提醒駕駛提高車速 車速第一最低速限70公里的車輛 可以規定除以3000到6000元 民眾也呼籲 希望血碎的標示 能夠設置更清楚 不然辛苦出門賺錢 又被罰錢 實在不值得 記者林一生宜蘭採訪報導